美艳俄国女间谍 泡友赞床上功夫厉害 笑容迷人充满自信的安娜查普曼 说起话来很像成功的女企业家 但美国星期一却公布 她和另外九个人 都是俄罗斯派到美国的卧底间谍 28岁的安娜查普曼身材好又漂亮 记者立刻发动人肉搜查 翻出她的身世 英国媒体找到她的前夫 是31岁的英国精神科实习医师 亚丽查普曼 两人2002年在伦敦夜店认识 之后闪电结婚 安娜告诉亚丽 她爸爸是苏联国安局要员 亚丽认为是岳父强迫安娜当间谍 两人婚后在伦敦定居 过平静的生活 但2005年安娜和一群俄国友人密切交往 变得越来越拜金 陈天想攀附权贵 出门也不让丈夫跟 好像变成陌生人 又在丈夫面前挑逗其他男人 显然结婚只是为了拿英国护照 两人在2006年离婚 安娜今年2月移居纽约 经营网络房地产仲介 亚丽说这位间谍前妻智商高达162 不但能一心多用 还适事成功 31岁的英国法律学生哈金森 看到安娜被捕也大吃一惊 她没料到会和女间谍上过床 她几年前在酒吧遇到安娜 两人喝醉后一起回学生宿舍 安娜先跳脱衣舞 她发现安娜没穿内裤 还用俄文叫床 懂得稀奇的做爱体味 若性爱指数满分是10分 她给安娜14分 奇怪的是 安娜听到简讯 一次掏出五只手机来看 她之后和安娜还见过一次面 但没多久 安娜就换手机号码搞失踪 直到最近新闻曝光 她才知道 安娜原来是过着双面生活的女间谍 动新闻综合报道